朋友聊四季 天天龍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上薩拉森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競技場地圖 好 最近又有眾多高手 來開始爬分 也有可能是在為了之後的大賽 拿出一些這個 戰術 所以開始又在打競技場 還有一些阿拉伯 那我們來看到這場 文明的對決也蠻經典的 法蘭克的對上薩拉森都是始祖文明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法蘭克 法蘭克人最大的特色是 吃果汁的速度非常快速 而且它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但還有前中後期的經濟都不會太差 法蘭克人的後期有著著名的192遊俠 後期的法蘭克也有火炮火槍 基本上科技線是很完整的 只有弓兵性非常弱 沒有強弩 而且戰毛兵也只有二級射二級防 甚至後帝王時代戰毛兵都不太能用 後期的法蘭克人 通常要用工兵單位都是出火槍 不然就是配火炮 不然奴炮也可以投石車 都是可以考慮的範圍內 接下來介紹一下薩拉森人 薩拉森人最大的特色是它四級非常便宜 而且買賣成本也比較低一些 駱駝血量也是遊戲裡面最多血量的駱駝文明 那它在最近的小改版裡面 它的僧侶治療的 點下銀罐技術狂熱 就會自動範圍的去補血 所以薩拉森人現在也可以變成一個奶媽的角色 但其實這個科技實戰上來說是非常罕見的 也可以說是 作用不大 就是一個花式奶爸在後面補血 但其實這個效果在團戰或是一些特殊情況下來說 是一個不錯的一個能力 那要怎麼說呢 可能你打個一兩百場的薩拉森人 可能會有個四五場會用到這個能力 所以你要說用這個能力去穩定爬分的話 其實不太有效 或者是現在沒有這個Meta被研發出來也有可能 好那回到薩拉森人 薩拉森人還有這個奴隸兵非常強 你看打對方異咎尤俠是他的死隊的 所以以前看到法蘭克遇到奴隸兵 都是一個天敵的概念 那奴隸兵他有一條說明也比較特別 他雖然打所有的騎兵單位都有外增傷的效果 但是他打駱駝卻沒有 這一點應該是大部分玩CD5玩家 去玩CD5的時候看他說明會誤以為他打駱駝也會有這個外增傷 那其實是沒有的 這一點是玩薩拉森的奴隸兵需要注意的一點 然後其實薩拉森的配重 這個巨型投石機呢 帶有這個重頭 是特別厲害的 因為他有配重的關係 巨型投石機的傷害可以高達230滴血 230滴的傷害 那重型投石機呢 則是高達快要98滴血 98滴的傷害吧 反正就是他的投石機稀有也是特別猛 那他的布弓兵呢 打建築物的傷害也是特別高的 以前決定版4年前剛出來的時候 那個布弓兵打10牆 木牆都打超快的 不管你是要高速破牆進去啊 或是要打一些特殊戰術的時候 都可以使用這個布弓兵喔 等他去拆人家城牆 但現在已經減免太少了 以前是加4點還是5點的樣子吧 現在只加2點 直接被砍半了 我記得以度好像有加3過 但加3好像也是太像 最後是變成2加2而已 才會有這個平衡這個 薩拉森的小弓戰術 因為我記得那個年代黑跳城 還算是一個 算是能用的主流戰術 所以這個薩拉森的小弓快攻 就顯得特別厲害了 好 那這張是競技場地圖 競技場地圖的話 本身沒有太多的快攻策略可以選擇 當然你可以打這個封建塔公公 但往往都會被擋下來 然後被打出一個時代差距 跟經濟差距出來 所以現在的經濟場生態 還是職場偏多 塔公公的話也沒得到那麼常見了 因為現在會擋得高手越來越多了 我發現4.15的戰術都是這樣子 就是戰術出來就是一陣一陣的 就一陣大家都覺得 這個戰術超級強 然後又過了一陣子 只知道大家又遭到反制之後 又開始沒有人要用這些戰術 所以這個 就如Chip講的一樣 這個斯基帝國戰術一直在改變 這個所謂活到勞學到勞 也是這個道理 戰術也在承推 初心 所以 薩拉森人這邊的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走這個駱駝路線 配攻兵可能會比較常見一點 那薩拉森人其實也可以考慮打馬攻路線 問題也不大 只是吃不到這個不攻兵的建築傷害加成 好 那法蘭克人這邊是補下了一級伐木 一級伐木 那農田的部分是自帶就有的 好 那薩拉森人這裡補下了城堡 再升級直層上去 看這個法蘭克人有點升級怪怪的 先點伐木 然後再點城堡時代 這場來說都是先點城堡時代 再點這個一起伐木 稍微來看一下配置 那法蘭克人目前的配置 木頭是挖偏多 而且是雙伐木 雙伐木也是我比較推薦的一個 競技場配置 所以你的配置量會更好 那我看到這邊薩拉森人是八人伐木 單伐木場 直接省了一百木頭 那雙伐木跟單伐木的優點在哪裡 只是單純讓你的村民有更多的活動空間 不太會村民卡來卡去 然後可以讓他順利的去放入他的木頭 這樣子而已 那如果你覺得單伐木也OK的話 其實也是OK的 只是玩久了 大家都會對於這個村民卡來卡去感到煩躁而已 那薩拉森人這邊找的是一個正常的肉碼開局配老頭 那本身薩拉森他也是一個生旅國家 基本上的生旅科技 基本上是有全滿的 所以也不太會擔心薩拉森會有一個 老頭戰打輸的問題 但薩拉森人他最大問題就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這一點薩拉森人會比較痛苦一點 對上有這個經濟加成的文明 而且法蘭克人在這邊就有這個血量上的一個加成 雖然想像上來說 他是落後於有點品種的文明 薩拉森人這邊如果點品種的話就變80滴血 對上他的肉碼血量只有72滴血 差了8滴 是有影響力的 所以如果薩拉森這邊想要打贏的話 這邊可以考慮直接轉出一個品種 攻防升上去是能打贏 但如果這麼早提升品種跟攻防的話 會拖到自己3TC經濟的運轉 所以這一點薩拉森人需要去思考了 要不要去轉 後方這邊補下了一個生物 又撿了回來 左邊生物能夠撿回來 再補一個生物很香的 OK 那目前看起來三生物是由法蘭克自己拿下 右邊這個生物要搬到門口 被薩拉森的肉碼給擊殺 兩邊的開局方式偏移為正常 沒有太特別的地方 但這邊直接抓了兩隻老頭 很賺了 那薩拉森人這裡是沒有點下輕騎兵 也沒有投資任何的騎兵工坊 那這個也是比較常見打法 那我升那個輕騎兵跟神工坊的方式 是真的要搶奪聖物的情況 真的覺得強到聖物才有優勢的玩法 但目前高手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正常 不太會找去去點這些東西 正常的肉碼開一開 能撿到1到2個 就吸引滿一組 當然有了這種器武聖物的打法 我們viper也是有示範過好幾次 我們頻道的觀眾應該也是有看過 那這邊薩拉森人果然還是補下了輕騎兵的升級 後面還是要整個肉碼開局 那薩拉森人的後球也是挺好用的 畢竟他大後期也是有這個大肉碼的升級 三攻三防都有 後面補下了一個軍銀 這邊要轉中槍 其實對我來說 薩拉森人也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就是步兵 還有這個 弓兵 還有騎兵 其實都能用 但步兵的部分 只能用這個劍兵勇士 他的槍兵只有重裝長槍兵 稍微弱了一點 算是堪用 不算是最強 但至少他三攻三防都有 抵抗敵方的戰毛兵 有三防的話還是會輕鬆一些 比較扛更久一些 這個持久戰不會瞬間被解乾淨 所以薩拉森人 他其實是一個不弱的文明 他的弱點就是經濟不太好 其餘的東西的話 沒什麼好抱怨的 畢竟他還有大衝車 我一直覺得這個遊戲有大衝車的文明都很強 還有這個重型投石機的文明 薩拉森人這個有重頭 又有大衝車又有火炮 該有的都有 那時候決定版剛出來的時候 我還想說 這麼OP的文明 為什麼沒人練 那時候才驚覺發現 原來是他經濟太差了 不然我那時候用薩拉森人 直接爬了400多分 從1000分開始爬 爬了400分都是用薩拉森爬 那個破牆的速度真的太快 好這邊看到槍兵搓一搓 搓掉了一些弱 薩拉森人這邊點下了帝王世代還有這個手推車 反彈克人這邊點下了帝王世代跟手推車的升級 準備要來開戰 反彈克人這邊現在有這個城堡 時代的城堡 費用截免 目前看到薩拉森人這邊轉出來的是駱駝 駱駝對抗對方的肉馬 是項目非常好的 但一樣是很害怕敵方的老頭 老頭部分還是要靠肉馬去解決 但自己的肉馬數量現在還不夠多 現在是專心再轉出更多的駱駝 想要進行反制 但槍兵這裡直接往前戳 想要戳掉前方的直撫兵 直撫兵這個單位 攻擊速度真的是慢 移動速度也慢 當然他就是有射程的復兵單位 他的升級也是升級復兵的 像縱火技術跟復衛技術 直撫兵也都是可以獲得的 這些能力的 這邊直接連蓋兩根堡 想要直接把前線給搞掉 後面巨型偷司機有在纏嗎 還是先纏火炮呢 這邊按投石車 尾轉投石車 奴隸兵再次改版 在薩拉聖改版來說是獲益最大 血量加成非常多 現在點完平統之後 再點下精銳血量會再更多一些 薩拉聖的駱駝跟之前一樣 都是170滴血 投石車砸掉直撫兵 避免被直撫兵打掉清醒投石車 這邊砸村民 砸一發有些會砸掉村民 收村來不及 如果走到後面先攻擊掉的巨型偷司機 應該是OK的 二級馬卡也補下 前方的巨頭太慢產生出來 現在雙寶產巨頭壓制非常兇狠 這裡要趕快儲一下火炮 才有可能打得回去 後面再補一兩根城堡 進行後面的守城戰 前方這邊偷偷挖黃金 要不要產一些直撫兵出來打一下 前方會慌慌記著村民 但右邊這邊有偷偷擴展出去 確保自己的石頭的產地 但黃金的部分稍微有點危險 但沒有問題 這邊是薩拉森 買賣來說 就是優勢 但法蘭克這邊也是有火炮火槍 基本上要反制對方的巨型投石機也是OK的 還是薩拉森這邊要鬼轉火炮跟老頭 還是打一個宗教戰爭 好 插成補下了三級馬鎧跟增兵技術 好 這裡奴隸兵補下 哇靠 精銳的喔 那精銳奴隸兵現在血量比以往再更多了一些喔 但是依舊沒有辦法抵抗對方的工兵單位喔 還有這個槍兵 都是蠻害怕 還有駱駝也是喔 精銳升級好之後血量變成133滴血 比以往血量好再更多了一些 這個多虧是這個駱駝的血量加成 變成%數加成 所以才會出現133這個特殊的數字喔 好像是增加20%的血量的關係喔 好 好 那有奴隸兵的話 法蘭克還要再出遊俠嗎 那對於這個對決來說 照理來說是薩爾森優勢喔 但現在法蘭克人卻是一直壓制對方的一方 這也是西地國很有趣的一方喔 你文明優勢喔 還不一定能打出巨大的優勢來 畢竟你打的是活人 或是AI 對方也是會用他能應對的方式喔 進行回擊的 好 那薩爾森這邊有點慢下化學 右邊的制服兵繼續輸出 火炮想要攻擊奴隸兵 但奴隸兵直接穿到了後方 一刀就是一隻火炮 火炮直接 瞬間收掉四台 五台也收掉 五台火炮收完之後 再解決前方的劇情收視機 這邊巨頭全部拆掉 工程器一旦沒有之後 法蘭克就沒有辦法繼續進攻 但是後方城堡還是掉了 但這一坨奴隸兵打得非常漂亮 血量來到133滴的奴隸兵 效果還是特別的優秀 哇血量上升喔 讓這個奴隸兵更實用了一點 有感 現在奴隸兵正式有感 現在奴隸兵正式有感 好那薩爾森這邊還是要出少量槍兵喔 那我對於會出槍兵的玩家 是抱持著敬意的 像一些玩家呢 玩這個義大利啊 還會出這個重裝強槍兵喔 配這個熱納奴隸手 那你玩薩爾森人出奴隸兵了 還繼續出重裝強槍兵喔 這個意思是非常好的 那你甚至雖然你的兵喔 是有 克制到對手的騎兵喔 但你還是會稍微去反制喔 還是有去反制出這個槍兵喔 去打對方的兵種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原因是因為你只單靠奴隸兵去擋的時候 是很難擋住大量的單位 那如果你是配上槍兵 再配上熱納奴隸手跟奴隸兵的時候 效果又完全不一樣 飛機兵多了一個垃圾兵的肉盾在前面了 又可以有效抵抗對方的起命單位喔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搭配喔 好 那法蘭克爾這邊是補下了一卓二遊俠的升級 最後還是要打遊俠 三攻三防還沒有升完 好 三攻升完了三防還沒有升而已 後方巨型頭司機被拆掉了 被火花拆掉了一台 好 但這邊血量有點殘 要不要按個老頭呢 按個狂熱 銀貫技術補一下 看一下這個團戰回血喔 看這種時候 就可以用老頭 稍微補下努力兵的血 其實就還不錯 但這個補血喔 絕對不是勝利的關鍵 關鍵還是一些細節的操作 跟對應喔 控兵喔還有控圖 好後方這邊轉出了大洛瑪去應對後方 出來採礦村民 大洛瑪直接圍毆遊俠 還是可以解掉一些遊俠數量的 人多好辦事 就是這麼說的 遊俠直接被圍毆包起來打 以前 8加9 以前小屁還是8加9 我很喜歡把對方說 把你包起來打 最近我還是不知道 包起來打是什麼意思 現在洛瑪就是把對方包起來打 就是這個意思 由此可見喔 以前的小屁孩們 都是玩過世紀帝國的 好像不太對 好像又對了 好那上方的大洛瑪繼續騷擾 現在薩拉森打一個多線 正面使用努力兵防守 右邊使用大洛瑪繼續往前堵 槍兵直接戳掉 薩拉森補下了一騎射 但法蘭克這邊轉出指輔兵 可能是想要應對對方的奴隸兵 讓他不想有這個射程上的優勢 那奴隸兵到底要怎麼打才好 那以前的話是可以出戰 因為以前戰毛兵打奴隸兵 是有外增傷的 他以前是判定為馬風 但現在變成騎兵屬性了 其實只要用大量槍兵 或是 反正這個火槍也可以 槍兵配的是 強奴之類的 但是法蘭克沒有槍兵 不然也可以打個火砲也可以 整火兵 克制奴隸兵的效果 我覺得算是有點4-6開 並秒到55開 畢竟也是造價上的問題 人家造價很比較貴 這邊硬打來說的話 奴隸兵可能還是佔優一點 那整火兵來說的話 他的造價來說 交換起來可能會更划算一些 好 後面的肉碼繼續騷擾當中 這一坨肉碼繼續站在中間的位置 攔截對方過來的補兵 但正面的壓力回到薩拉森身上 薩拉森這邊繼續補下城堡防守 三台狙禰頭司機繼續反吃當中 後面沒有補下老頭升級 也沒有火炮 右邊的狙禰頭司機也在攻城當中 後面繞了一坨大肉碼過來 想要直接從後方拆除 前方進行頭司機 這一波感覺可以拆除至少一台 第二台能不能拆除就有點看運氣了 可以拆除很極限 右邊的支撫兵瘋狂攻擊奴隸兵 奴隸兵的數量開始越來越少 但是有點打回去了 支撫兵現在數量太多 還是要硬交戰比較好 戳掉非常多的肉碼 好這邊槍兵往前 好這邊槍兵往前 應該是戳掉了非常多的大肉碼 這邊大肉碼可能什麼事都沒做到 好這邊是細節上控兵私物 哇那你看法恩克這邊 控兵細節控制的更好 拿到了更巨大的優勢 薩拉聖這邊的優勢 反而沒有這麼的明顯 其實薩拉聖這邊也可以轉出馬功 去對應這些支撫兵 或是強弩都可以 那現在他轉兵的話 他由於前面升級激烈奴隸兵的關係 還有產生這麼多的奴隸兵 黃金消耗的其實差不多了 要轉出強弩是非常困難的 還有這個老頭科技 所以薩拉聖人 感覺有點半弱入對方的陷阱 好這邊遊俠 看到門戶大開 直接往裡面衝 不管裡面到底有沒有奴隸兵 往裡面補就對了 好這邊大肉碼 還是想從後面進來 但是正面已經被突破的關係 奴隸兵私必要回救 但正面的部分現在要先來打一波 但這一波打下去奴隸兵還會拿到優勢嗎 奴隸兵打掉支撫兵的傷害非常的高 這邊支撫兵都在打肉 所以效率打前方的奴隸兵其實不是很OK 但是後方遊俠已經在偷砍村民了 前方的奴隸兵開始被支撫兵反擊回去 下方遊俠直接把村民砍到成人中心下 直接在成人中心下面一個一個處決 太狠了 這一些遊俠 這就是多線騷擾的一個可怕之處 好 但正前方的支撫兵快要死亡殆盡 看支撫兵跟奴隸兵交換起來 被換掉其實完全無所謂 反正造價的奴隸兵便宜也就是賺 好 這麼多的遊俠還在攻擊下方村民 沒了 被偷家 經濟直接爆炸 連肉麻可能也要出不了了 哇 這個薩拉森可能沒有意識到 下方經濟被充爛的一個問題 應該是沒了 好 上方這邊肉麻也在反思當中 但經濟場有洞是很困難的 除非是自己打出一個洞來 好 這邊薩拉森打出了GG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薩拉森 這邊輸了大概7000多的資源 生物的話是3生物對2生物 差距大概800多黃金 還是差滿多的 來看一下KD KD的話是1.5還有0.67 差快一點的KD 經濟部分我覺得法蘭克這邊更過分 他這邊是2萬黃金 贏了大概快1倍的黃金 最主要的問題是前面這塊附金 是直接在門口被凡克給壓制住 所以大家在打經濟場的時候 你要去觀察對方外面的附金 是在哪個位置 如果你去好好利用這個位置的話 往往是你可以打敗對手的關鍵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圖書 拜拜